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大盘呢是出乎意料的急杀下跌了263点 等等会解释你不要担心 先给各位看一个讯息 你看了以后大概就会明白我们以后要怎么动了 你看这个讯息讲的是积极经济数据相抵抵消掉了 疫情忧虑 国际油价基本走稳 看到了没有啊 来我们这个国际油价基本走稳也就证明说 我们现在本身的疫情问题已经逐步逐步的淡化了 你们不要一天到晚都想的还有疫情发生 怎么七月还有一波 九月还有一波 你干脆到连结底都有 每个月都有一波好了 那这样我们股市就不要玩了 这句话我讲了很多遍了 再来呢 我昨天也各位看过一篇字卡 这个字卡我记得再给你看一下 2020年4月29号告诉你 这是抢钱行情 因为有疫情发生 疫情发生以后全球各国政府都在撒钱 全球都在撒钱 你要赶快抢钱啊 赶快呀 就包括我们今天的新台币又创了颇段的新高 升值啊升值 升值新高数字下降 数字下降的 好了 现在来帮你解一下今天盘 解完前我就问各位一句话 美股昨天是不是大涨啊 哦对对对对 你们大家都看到了 美股大涨 拉斯大哥站上一万点站了好几天了 对对对对 连我们的SP500也上去了 对都上去了 对都看到了 那今天台股为什么跌啊 那你们很多人不是今天强调吗 看美股来做台股 看美股什么涨 所以我们台股也会跟着动 什么股票也会跟他动 哭说八道乱讲一通 简直是鬼扯淡 现在啊 七月还没有到拜托各位脑袋清楚一点 来你看一下王瞳帮你解的盘 前面几天就拿掉了 我们就从最近来帮你解就够了 你看一下七月三号礼拜五 当天涨了104点 最高来到11993 11933 收盘11909 七月三号礼拜五 我说空军再见 哎呦呀空军再见 哎呦很可怜的空军了 这个波段不知道是输到什么地步了 那你看七月三号礼拜五 我公开告诉你 大胆进入高档震荡 都告诉你了 再看七月四号 七月四号了 涨了207点 那七月三号了 这个是礼拜五 这个是七月六号了 涨了207点 我说电子领军全面上涨 但是呢在昨天我帮你解盘的时候 七月六号帮你解盘的时候 告诉你 高档长红 头部亮出现 我昨天是不是告诉你这两大点 剩下的我都不讲了 我在索码频道里面才会帮各位讲 这是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公开讲的话 那么在昨天我告诉你高档长红 头部亮出现 是不是也是如此 再看今天 今天呢我发了两通盘讯 我必须要讲清楚发了两通盘讯 因为我稍微有个修正 所以你先给你看第一通 第一通的早上9点10分发的 9点10分为什么会发得出来了 因为盘冲的太厉害了 太强势的盘了 大盘以上涨60点开出 今天盘是强势开高 会走高创高 创今年新高 创了今年新高没有 有 你看看我们的高点 11249 我给你看一下K型好了 11249 我缩小一点图给你看 你看看11229 是不是今年新高 是不是今年新高 今年1月份在这里啊 看到没有 是不是今年新高 对了 是不是 创了今年新高了 然后再看 现已化解高档长红的预律 在目前看起来是有 但操作上切勿追高 逢高可陆续解码 今天会收红 但要小心回马枪 排面个股表现 我都把重点都讲给你听了 结果到了9点40几分的时候 我看到排面不对 我立刻发另外一通讯息 这就是当个老师的责任 而不是在那边 哎呦 盘不对啊 杀 哎呦 盘上去追啊 那干嘛 会员给你耍得完的 做任何事情 都是要比较道德良心 这就是所谓的职业道德 那各位 9点49分 看清楚啊 我们看一下 9点49分在哪里 在这里 大概在这个位置 大概在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9点10点嘛 9点49分大概在这个位置 好 看清楚啊 各位 今天盘事修正看法 量实在太大 已出现回马枪 此处操作要小心 切勿追高 也勿放空 因为我们不知道 地点在哪里 他很可能在高档横 高档震荡 震荡下来以后 又会上去 逢回 逢回 量说要尽 今天会收黑 这就是王瞳 对我货源的服务 我知道有的人 可能看到我第一通讯息 会被误导 所以我后面 立刻再补上一通给你 其实我第一通讯息里面 也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今天小心回马枪 结果今天回马枪 厉不厉害 好厉害 真的是好厉害 所以今天我给你看一下 王瞳的 今天的解盘是什么 来 看清楚 7月7号礼拜 我说 好大的回马枪 看到没有 都看到了 都看到了 你有本事 你就要在之前 就要讲了嘛 像你看看 我再给你看一下 你看看7月6号 我讲什么 我再给你看看 7月6号的昨天 我讲什么 我给你看了 那么今天呢 我一点都不care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形 因为今天这个盘会 这种走 这种走势 也是很简单可以理解的 大家都趁美股大涨 花一窝蜂的追呀 尤其是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的时候 专业财经台还在讲 哎呀 现在大型头顾 把指数上看一万三 我心里听到这句话 我就想到完了 有讲啊 不是没有讲啊 我都亲耳听到的 因为我那些节目 我不看的 我都用耳朵来听的 我相信你们很多人听到 指数上看一万三 赶快峰回要进哦 对 一棒就丢给你 对不对 不过 我现在告诉各位一下 你今天买的 如果套牢的话 放心 后面会解套 还会赚钱 时间不多 两个礼拜 我讲的还不够清楚啊 我已经把盘都解给你听了 那今天呢 刚好也利用 美股大涨的一个因素 然后来了一个反市场操作 这种案例屡见不显啊 你们已经看了不到多少次了 也被修理了多少次了 是不是 那你们还不相信吗 好再看 今天好大的回马枪 也是一个好大的震撼教育 那今天的盘呢 哎呀 我今天就单纯的讲一档股票给你听啊 你看一下这个 国序 2327 国序 看到没有 走势稳不稳健 很稳健 量有没有放大 没有 而且他已经把这个下跌的缺口都回补了 看到没 他属于强势啊 这是属于强势啊 那强势的话代表什么 被动原件强势 被动原件强势 这个盘列不要认为说 有很多低点 不见得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被误解了 不要被误导了 那今天呢 我给你答案 明确的答案 对不起 我会在索马频道里面讲 今天下跌23点 7月7号礼拜 下跌23点 这个盘技术性修正 量太大了 技术性修正 昨天都告诉你 头部量出现了 所以王瞳现在再讲一遍 你们现在总算明白 头部量与危险量的差异的吧 看到头部量 就是第二天就要 蹦下去了 看到危险量 还可以再混个几天 那像早盘这种充势 这种涨势 连我都会被他瞬间被他骗到 但是还好我反应很灵敏 因为我的经验很够 所以今天我的会员 你们也会感觉到 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王瞳从来不会发两通盘讯的 结果今天我立刻发两通盘讯 一通9点10分 一通9点49分 请问市场上谁做得到 这么简单的答案吗 来告诉你了 7月7号礼拜 今天这种盘叫技术性修正 但是还会下探 下探的空间到哪里 暂时保密 我会在索马频道里面讲 这里我不告诉你 好 现在我们来给看一档个股 这是我们的一个操作 我实际的操作 实质上操作给你看 7月6号昨天 7月6号昨天啊 恭候各位 3105我冒 305元以顺利出托一半 获利路贷 该党以赚息7元 我们买在28726走263元 又是大红包路贷 所以平均起来 大概是270附近 成本270附近 因为呢 低的时候买的比较多嘛 上去的时候买的少 下来的时候一定比较多嘛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操作嘛 那大家看一下 今天9点15分 9点15分 手中有3105文贸多单者 请挂311元全数出清 我给你看3105文贸 给你看看 最后收盘306 你看一下9点15分 我们来看价格吧 好不好 看看价格你大概就明白了 9点15分什么价格 现在差不多调给你看看啊 你看看啊 时间快到了 9点15分 来看清楚啊 9点15分 我就公开告诉你 叫你挂311出去 那9点15分到了 到了啊 9点15分的时候就311 看到没有 14分 310.5 310 15分就311 看到没 好 看到没 我们就挂了让你去买 让你们去买 让你们去买 你们大家都去买 都去买 哎呀 我们通通出清了 看到没有 通通出清了 你们大家都去买 我们就给你的嘛 看到没 然后呢 这时候还最高还上去了 看到没 还上去 上到哪里 还有 还有的上啊 这就看下去啊 还有的上啊 309 30 都上 你看最高的时候还在哪里 3105 5 9点15分在这边 后来还上去了 上到313 都还有 看到没 然后这边还到了314 这条线是313嘛 这边还有314嘛 所以怎么可能会没有成交呢 通通成交了 所以呢 我今天就必须要郑重的讲 你看看文贸 来看一下 恭贺各位 3105文贸 第二批 311元 顺利出托 获利路贷 该党 305元 已出一半 也参加 除袭 七元 又是大红包 路贷 我们今天文贸 全速出清 大波段 获利 你看看 是不是大波段 获利 你看看 是不是大波段 获利 我们就买在这个附近了 就买在这里了 就买在这个地方了 有人还有买在更低的 还有买在240的 都还有 那我们那些都不管了 我们就以这边为计算了 好 你看是不是大波段获利 多久时间 一个半月而已 一个半月 让你一张赚的40块以上 够不够啊 像我的特别会员呢 我讲过了嘛 最起码都有10张 20张 30张 这样起跳嘛 他出个10张 今天一天就赚个40块 一张赚40块 那还要加上他的席 席7块 一张赚47块 那心脏病也来了 高血压也来了 何必呢 我们稳稳健的操作不是很好吗 今天就先帮你讲到这边 那我刚刚也帮你解过盘了 这个盘还会下探 到底要探到哪里 索马频道会假 好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王者至尊 王彤老师善于解读主力筹码 顺势而为 看盘功力生存惊人 个股操作犀利 洞悉产业兴衰 波段断线无往不利 唯有王彤带您走向财富的康庄大道 速播至尊专线 02-6630-3221 6630-3221 华冠头顾登记104金馆 证字第009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